因為我覺得就是 你不要說是整個是 那個當然以我的自己的難度 在舞蹈上的部分的話會 就不一樣嗎 那你要看整個他的歌 然後他的舞蹈是不是適合 然後他挑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很完美很完整的一個舞蹈 跟表演 真的他就是 我一看到的時候 他真的有很大的魅力就出來了 我覺得真的在拍MV 然後是 One Take OK 你知道嗎 謝謝 謝謝 就是對自己還蠻有信心 就是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既然要跳 你為什麼不好好的準備 然後我連 你知道睡覺都要做夢了 就是都一直在黃色夾克的裡面 但是我覺得今天 Vanesse給我這樣的評價 我覺得很開心啦 但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我還會繼續的加油 我覺得需要時間的謀合啦 因為大家 包括公司對我的印象一直以來 當然就是比賽那個時候唱情歌 得到的反應比較好 然後 我也覺得很 還好 也很慶幸 是在現在這個時候才有 這樣新的表演方式 因為 以前都覺得唱跳歌手好像 因為小時候也是跳3D5啊 然後唱歌覺得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實 試過幾次覺得 那個東西跟我小時候 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完全要有 就像Vanesse一樣的魅力 然後又要練體能 又不能喘 然後 就是什麼樣的壓力 你都不能管 就是要在台上好好的享受你在唱跳的那個過程 所以 我覺得 因為之前啦 稍微爭取是 跟公司說 我想練舞 然後他們本來是說 喔好啊 那你就去學學肢體 跟站姿 什麼坐姿的 就後來我就偷偷的越學越難 然後 學一些wave啊 然後或者是 不一樣的jazz的舞風 然後 也就是很主動的跟他們說 欸你看我今天跳了這些舞 然後公司看了才覺得 欸我已經可以跳 才讓我跳 我覺得現在的唱跳歌手都很強欸 就是 Jolene啊 Elva啊 他們不過 我覺得 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他們的地位真的是 一個很極致 然後 希望我自己也有 也可以有自己的 一片天啦 我覺得都 還蠻想要嘗試的耶 你覺得 有什麼意見嗎 就我適合跳什麼樣的 我覺得其實 好想聽 沒有你剛才說的對啊 因為他說既然要跳就好好跳 然後就對自己有自信 然後你在 跳的時候看得出來 完全看得出來 所以我覺得 你想要跳任何舞蹈的部分 一定可以跳得到 因為你已經 自己私底下會去練 然後再證明給公司看 其實是一個 很多時候是 很多藝人 歌手 不會去做的 可是你真的 看得出來你真的想要這樣去做 所以 我覺得你想要做任何東西都可以啦 酷甜美都可以 今天這次比較甜 比較可愛 接下來就可以比較性感 都OK 這樣 其實我在舞蹈教室很瘋的 就是地上打滾啊 天上飛我都來 所以 其實老師一直在抓我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 像這支MV裡面的舞啊 他就看到比如說有一些 剝頭髮啊 或者是 筆葉啊 或是一些比較俏皮的東西 就是他私底下觀察我 有的東西 對啊 之前 現在就有很多那種藝人啊 男藝人都會穿高跟鞋 想要 就是 讓舞技更特別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HELL NO 幹嘛要穿高跟鞋啊 對啊 我都已經夠高了 不用穿高跟鞋了 會不會怕收不了面的 我覺得 女人這一點 我覺得很 很了不起啦 對啊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就交給女生去表現了 其實我覺得整張專輯都有 都有這樣的關聯 就是 黃色其實它就是一種天馬行空 然後我覺得很自由奔放 的一個顏色 然後 呃 我覺得小時候的我就是這樣 但是長大以後 我覺得許多人都一樣 就是慢慢的會被捆綁啊 被框架 你就會有一點壓力 不過我現在只要看到黃色 都會有一些提醒 就是 像今天看到本身那種 哇 哇 我好自由喔 但是就是 有這樣的那個感覺 就是希望 大家也可以一起享受 在黃色的魅力裡面 這樣 謝謝 謝謝